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你之列十多年以前就没有干活了 他就是说比你老人家他是还栽的一些黑头树 在我们老人家他没有栽 一样他没有创造的 他是个什么样子 他是只是能进不能出去 两代人的恩怨法庭会如何审理 而老人的温暖生活又将如何结束 更多故事讲解尽在本期庭审现场 眼前这位老汉叫郑德鑫66岁 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老伴徐长英 徐长英双眼失明 他走路完全依靠丈夫郑德鑫的指引 然而郑德鑫的状况并不比妻子好多少 因为白内障他的势力也几乎为零 在云南省宾川县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这两位老人一年到头就穿着这身并不合体的破旧衣服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有时候不得不靠检视乡亲们丢弃的垃圾为实 两位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能吃饱肚子 然而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实现的愿望 因为他们的岁数已经不小了 而且还都是残疾人 下地种田自食其力已经完全不可能 为了照顾他们 当地政府每月给钱给粮 但是由于他们还要花钱治病 每个月几乎都是买了药就没了吃饭的钱 吃了饭就没了买药的钱 然而村里的人都知道 这两位老人并非孤苦无疑 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大儿子郑志雄 小儿子郑永君和老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两个女儿郑美芬 郑红芬 虽然嫁到了外村 但住得也不远 按你说老人有儿有女 不应该落入如此凄几乎的境地 他不得你我们的钱 我们老了我们的病人 是你这都是国家政府啊 政府给我们 在去是国家给大夫政府给的 全政府给 儿子不给 儿子不给 不要给 咱们一分钱都不要得用 徐成英老人说 儿子不给钱 他们能忍 但是不给粮食吃 他们就会饿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四个亲生的孩子竟然没有一个 愿意赡养老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出人意料 大儿子郑志雄 一口否认父母对他的职责 他说这几年 他一直按时给父母提供粮食 并没有遏着老人 说他不赡养老人 他觉得有些委屈 你就认为他说假话 对啊 他就乱告 大儿子郑志雄说 父母现在这副可怜的 样子完全是装出来的 他说父母有钱有粮 还有国家的补助 日子过得比他们强 现在的局面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还是良心相当害啊 相当黑啊 良心害 良心不好的意思 你对了吗 大儿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们见到的郑德新夫妇 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一间破旧的房子满是尘土 屋里屋外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唯一的电器 就是一台使用了很久的收音机 很难想象 两位事里残疾的老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 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的 因为米不给了吗 米不给你们 什么 那你们怎么吃饭啊 我们国家就吃 我们家吃呗 我们国家就吃啊 家吃 不能给这都 就讲破话啊 什么 郑德新说 以前他们的孩子 还偶尔给他们一点粮食吃 但现在彻底不给了 这让他们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 眼看着秋天就要来临 两位老人没米下锅 就连取暖的柴火都成了问题 有儿有女却惨遭遗弃 万般无奈 他们将自己的几个孩子 告上了法庭 我是西西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评审现场 郑德新夫妇年老体弱 并且身有残疾 他们的生活现状 相信谁看了都会觉得心酸 俗话都说养儿防老 郑德新夫妇虽然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 但是到现在 没有一个愿意照顾他们 我们都知道 尊老爱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法律要求我们每一个做儿女 必须尽到的义务 2013年7月1日开始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明确规定 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或成员 必须定期看望和慰问老人 您看连常会家看看都已经写入法律了 那么赛养老人更是义不容辞 既然如此 郑德新夫妇的四个孩子 为什么会致亲情和法律于不顾 公然拒绝赛养自己的父母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为了照顾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 滨川县人民法院将法庭搬到了老人所在乡政府 庭审就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进行 冰川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20条制规定 依法再次公开开庭活病省力 原告郑德新 徐长英 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的 与被告郑志雄 郑勇军 郑美芬 郑鸿分 上演纠纷一案 庭审很快开始了 郑德新夫妇俩满怀辛酸 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几个孩子竟是一脸的漠然 大儿子郑志雄甚至还有些怒涩 老两口最小的女儿郑鸿分并没有道庭 她委托她的姐姐郑美芬为她的诉讼代理人 亲生父母状告自己的儿女 这样的官司在小山村还是第一次 法庭周围坐了很多看热闹的村民 他们也想知道 这起赡养纠纷法庭最终会如何审理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原告方 宣读那方的诉传 郑德新夫妇的代理人在诉状中说 现在两位老人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尽到应该尽的义务 两个女儿也指望不上 被亲生子女遗弃的老两口已然濒临绝境 为此请求兵川县人民法院 判令市被告依法承担云告的赡养义务 市被告每人每月支付给云告赡养费 80元 诉讼付用由市被告承担 此致呈兵川县 人民法院付起诉状副本示范 起诉人正在先 起诉状先读完毕 请求我事实理由是否一致 而与以上该案的事实理由是一致的 那不是一致吧 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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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儿子 郑志雄显然对父母的诉状心怀不满 他说 他并没有不赡养老人 该给老两口的粮食 他是一粒也没少过 所以发生 小心点 你接五十分的 我没给我收担心 听到 你那边吃了才能够 不是呀 你到底大便的时候 你才说 你这四十里 你听见 那给四十四千 说在你那边打账号 你才 听到的 这只小 你到底 你哪给吃了这些 十百千 就是你哪给吃了这些 十百千挖了 大儿子郑志雄越说越激动 庭审前老人对我们说 大儿子曾经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原来郑德馨年轻时势力就不好 而徐长英则是天生残疾 两个人结婚后 一心享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大儿子郑志雄的降生 让他们欣喜若狂 这孩子成了他们夫妇俩 对未来生活最大的希望 他们省吃俭用 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他 但没想到 长大以后 就是这个最疼爱的长子 最令他们伤心 大儿子郑德馨年轻时势力就不孝顺 大儿子郑德馨年轻时势力就不孝顺 他让父母出钱帮他盖一所新房子 夫妇俩很想实现大儿子的这个愿望 但是能把这几个孩子养大 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极限 盖房子娶媳妇 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大儿子郑志雄 并不理解父母的苦衷 两位老人说 他们也希望大儿子早日成家 但他们确实没钱 当时他们劝说大儿子 先去外面打几年工挣点钱 而他们在家里省吃俭用野杂一点 然后再盖房子娶媳妇 然而 大儿子并不接受这样的建议 而且还把他们当仇人一样看待 更令他们伤心的是 在大儿子的影响下 其他几个孩子也知道父母 不可能给予他们经济上更多的帮助 慢慢的他们对父母的态度也变了 我们也变了 他们就经历让他 放置 他们是在家里放置 找我们把我们护卖 家里要把我们护卖 要把我们 认识 为了娶媳妇就要遗弃老人 他们的儿子果真如此冷酷 我妈不说想傻呢 那都是 就是 把放了不去了吧 这个亲口才给我看出来 含辛如苦却惨遭遗弃 他们的子女为何不愿赡养老人 一样他没有创造的残念 他是个什么样子 他是 只是能 能进不能 说句 庭审警察 这 就因为家里穷 没钱娶媳妇 就说出 希望两位老人被活埋 甚至还想把他们杀了的话 这情况啊 让外人看了都会觉得唏嘘不止 老人辛苦拉扯大的这几个孩子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子女们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法庭调查 这篇呢由 郑志雄 丹廷 和大便 自己年来 哪给他吃 没也没有说 没也没有做 他还说说 没有哪给他吃 没有哪给他吃 自己三年 哪个哪给他吃 还得吃出来 还得说说 那可以自己年来 没有给哪给他讨吃的 没有给哪给他讨用的 为什么说是 自己三年 没哪给他吃 大儿子郑志雄在答便中说 随着父母日渐衰老 家里的田地 也就由他和弟弟郑永军 两个人来耕种 而打下来的粮食 也都是大家一起吃 并没有不给老人粮食吃的情况 家里的粮食 吃的 这些都摆在家里面 如果不是这样 这个两位老人 单靠 积极宝 是不能维持 基本生活的 意思就是这样 这边 由背靠郑永军 当庭打便 家庭十年 两十年 感觉 今天 终于没必要 一必说 他说 这三年 那必须吃 其他还 又没有变点补充 郑志雄 郑永军 兄弟俩 在答便中都声称 自己并没有不赡养老人 他们也并不是因为钱 才和老人闹翻的 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两位老人 为什么 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郑志雄说 他家的收入 就靠每年收割的道户 如果道户全家吃不完 就拿到集市上去卖 能换回几百块钱 其实我能看见 你们兄弟俩 身强力壮的 完全可以到山外头 去打工 挣钱 也不至于一年 挣个几百块钱 是都是可以去打工的 就是这里家里 没有人找回老 还是要在家找回老 没有出去 主要原因 还是想着说 有老人在家 有老人在家 还是在家 他随便整整 生活得下去就算了 郑志雄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说 道米就在屋子里放着 老人想吃就拿 他从没阻拦过 但老人想让他 每月拿出八十块钱 他确实做不到 因为他盖房子 还借了别人一万多块钱 这笔钱至今都没有还完 一说到房子 郑志雄就更委屈了 他的房子非常简陋 下面养猪 上面住人 踩着两根木头 才能进出家门 因为没钱装修 屋里屋外 还都是原始的土坯 兄弟俩每天 就是在这样的房间里 席笔而握 郑志雄说 其实村里像他们 这样贫穷的人家 并不多 他们的窘境 都是父亲郑德鑫 当年一手造成的 他在你自己十多年 你全都没有干活了 他 就说是比你老人家 他是还 栽的一些黑头树 在我们老人家 他没有栽 一样的没有 创造的 长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 只是能 能进 不能出 郑志雄说 房子盖完之后 老人觉得儿子有钱 于是伸手来要 结果可想而知 最终两代人闹上了法庭 即使已经下到外村的女儿 都被卷了进来 下边有被告 最美分 单听着打电 是不是写有书面的打电传 可以 下边有你单听着打电 我妈听着几年 在兵典过关章 我也帮她一号老 我个人 穷弟还小 那他 以后他飞起来 我个人 可亲 我家人 和我可亲 也帮她飞起 还兵也就好了 大女儿郑美芬说 她最委屈 这些年 她一直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 照顾着年迈的双亲 特别是母亲生病以后 她几乎花光了积蓄 家边有委托 在里人 将郑美芬 在打电里 有我进一步的解释 一个就是 她母亲 01年 就是农村出的 这个扁担国 也就是索国 逛断了呢 她也是 请医生 然后她们自己出钱 为母亲治好了 每次买药 都要买几百元的 这个药钱 那么每年呢 她初步计算了一下呢 都不下于 两千元的 这个医药费 所以五六年来呢 她为她母亲的 这个医药费支付了 也是上万元的 这个医药费了 对于父母把她 也告上了法庭 郑美芬有些不理解 而且 她的儿子刚刚考上大学 正是用钱之机 还有一个就是 今年呢 她的儿子 大儿子呢 考起了那个 昆明呢 这个交通技术学院 那个呢 因为这个 它是属于这个 技术学院呢 他的这个学费呢 就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 现在呢 他还在着急着 这儿子呢 这个学费呢 还在筹集 过程当中 还没有凑职 大女儿正每分 希望父母 等自己度过眼前的难关 再履行赡养的义务 我不是不赡养 赡养的 这就是 只赡养 我只能赡养 少一点 等到娃娃 老以后 又再赡养 我们娃娃 都是开小女情 我们大家吹不冷 看得出 老人的几个子女啊 生活也都不富裕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儿子说 我虽然没钱给你们 但是 我给你们粮食了呀 我起码没有 饿着你们 归宁说 自己之前 没少给父母钱 现在实在是 有心无力了 但是 他们的说法 法庭能认可吗 而他们现在 所做的这一切 又符合法律 关于赡养的要求吗 在接下来的 举政制政阶段 我们继续看 法庭会 如何审理 通过原告的起诉 被告的答辩 双方当事人 对以下事实的存在争议 近年来 是被告 是否对 二原告 尽一定的 赡养义务 这是一方面的争议 另一方面是 原告 要求被告 承担的 赡养费的 输人 具体的 争议 焦点 就是这两方面 第二边呢 由原告方 针对自己的 诉讼主张 及争议的焦点 向法庭提供证据 法庭 首先 这个 郑德新 的一案 向法庭提供 以下证据 第一个是 常住人口 登记卡 是郑德新 云告 郑德新的 身份 郑德新 夫妇俩的 代理人 让法庭提交了 户口本 家庭人员 关系 检况表 残疾人证明 老年人证 等四份证据 他希望法庭 能通过这四份证据 认可老人 与被告的关系 以及他们需要 赡养的事实 而老两口 也希望 这四份证据 能唤解儿女 对自己的 一丝情感 毕竟 血浓于水 但他们的愿望 能实现吗 下面有 被告 郑志雄一方 针对 原告方 提供的 上述证据 发表那方的 执政意见 我瞧也瞧不着 我去 我的代理人说 有代理人 发表执政意见 长期证 应该由 兵框县 长期 人员和会 罚的 长期证明 他们的 这份证明 由于拉布强 这个 什么 办事处 这个 他没有 出去 这个证明 自证意见 发表完毕 下面有 被告 郑永军 一方 针对 原告方 集中的 事份证据 在真实性 无法性 发表执政意见 两个儿子 神情漠然 大儿子 不愿意说话 而小儿子 也没多说什么 那么 夫妇俩的女儿 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下边有 被告 郑永军 一方 针对 原告方 提供的 事主证据 发表 你方的 执政意见 根据今天呢 原告方提交了 这组证据呢 也细 无印件 也没有 出事 原件 那么按照 证据的 规则呢 我们认为呢 该组证据呢 也不应该 作为 有效证据 预示 以上呢 就是代理人的 执政意见 谢谢 这一篇对你代理人 发表的执政意见 又不补充了 不补充 下边有 被告 郑志雄一方 针对 一方的 答辩主张 以及 双方争议的 致使 向法庭提供证据 没有啊 下边呢 有 被告郑永军一方 针对你的 答辩主张 您双方争议的 焦点 向法庭提供证据 郑志雄和郑永军兄弟俩 一直声称 自己对父母 尽到了 赡养的义务 但在举证 治政阶段 两个人并没有 拿出相应的证据 被告 郑志雄 你们答辩主张的 这些年 对爱原告 进入一定的 赡养义务 下边有你 具体的陈述 如果对爱原告 进赡养义务 我自己三年以来 拿给他死了 他就是没有拿给他死 怎么会有什么心想 拿给他死呢 哪个拿给他死 你指望你们自己 把我闷下 哪个为什么 这种高台 郑志雄说 他自己已经进到了 对父母赡养的义务 而这场官司的由来 也并不是因为 自己不给父母粮食吃 他说 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外死亡 而这个人 就是他最小的弟弟 郑双全 亲人意外死亡 与老人惨遭遗弃 到底有何关系 因前而发生的善良纠纷 庭审的最终结果 又会是什么 几个被告呢 还是要发扬一下 中华民族的优秀 那这个尊老 爱老的这个优良传统 因为一代 将自己的爱老呢 好好地安住我们 安享我们 庭审计划 正在 尽管在法庭的举证 制政阶段 郑志雄和仲勇军兄弟俩 没有拿出 他们确实对父母 尽到赡养义务的证据 但是 在最后 郑志雄却出人意料地说 这场官司完全是由于 弟弟郑双全 意外身亡而引起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郑志雄推托责任 还是这其中 另有隐情呢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中 他又会如何 替自己进行辩解呢 大儿子郑志雄 对这场官司耿耿于怀 他说 官司的起因就是弟弟郑双全的意外身亡 原来 郑德鑫夫妇有三个儿子 除了郑志雄和郑勇军外 他们还有一个小儿子郑双全 但是三年前 郑双全在被打工时不幸落水身亡 郑德鑫夫妇得到了一万多元的赔偿金 而那时 他们的大儿子郑志雄 正好在四处借钱盖房子 我弄他记忆点 我当时收款这些 六七七块钱 我们就说不盖 我盖了这份房子 盖了将近两几万块钱 我们就说是弄他记忆点 弄他记忆点 因为我有点时间我又还他 他他说不得 房子他不在 钱他不拿 而其他几个孩子也觉得 父亲应该把这笔钱拿出来 给家里盖一所新房子 否则大儿子可能永远都娶不上媳妇 但是郑德鑫死活不同意 他认为这是小儿子用命换来的钱 他要留着养老用 几个孩子见父亲如此坚决 也就不再勉强 而且他们认为父亲有了这一万多元 每月还有国家的低保补助 经济状况已经远远好于他们 也就不再需要他们给予更多的照顾了 他有钱吗 他当时是有钱 有一万多块钱 现在父亲是不是经济条件相对还行 现在他的经济条件比我还很好 他为啥还比你还好呢 他一个月领了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钱 他就是吃的我们拿给他 现在他还有存款 我们是心事还自己用 去带起来用 他还有存款 但是郑德鑫夫妇俩却并不这么看 他们的代理人说 夫妇俩作为残疾人费尽千辛万苦 将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需要有人赡养 而作为子女 郑德鑫夫等人 理应尽到自己的义务 郑德鑫夫只希望有一个避风雨的房间 能使一对饱饭 安度自己的余生 而现在 郑德鑫夫安身之处 无基础 基本生活来源 试问试不告 我们的良知 哪里去 终上所述 根据法律的规定 和本案的设施 作为原告的代理人 我真心希望 是被告 能够善待自己明白的父母 让你们的父母 安度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 针对原告的辩论意见 郑德鑫的代理人反驳说 作为长子 郑德鑫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从此呢 他们家作为 该地的一个抬肩父 也就是 郑德鑫呢 尽到维持基本生活保证 这个义务呢 从原告的成熟当中呢 应该说 郑志雄呢 是尽做责任的 反正我只两年过来 我就此年是 谁是拿着给他 他也说是 被拿着给他吃 自己三年以外 就说是我此年是拿着给他 三年也不要 他就说是被拿着给他吃 这种我也逃不出来 大儿子郑志雄说 老人有钱 但他却是穷得一干二净 到现在三十多岁了 连媳妇都娶不上 他说每月给父母八十块钱的赡养费 他们兄弟俩都觉得非常困难 下边有被告 郑永军 发表你的辩论意见 一过一百呢 就觉得不拿着 这承担你有发现 下边有被告 郑美芬 发表你的辩论意见 我们认为原被告双方呢 我们认为原被告双方呢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 让自己的爱老呢 好好地安度往年 安享往年 子女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的要求 更是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证法 第十二条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 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第十五条 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 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然而郑德新的几个子女 他们确实很贫穷 无法在经济上 给父母更多的照顾 那么像他们这样的情况 是否符合法律 关于赡养的要求 法庭最终又会如何宣判呢 下边呢 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是否愿意在法庭住持下进行调解 严格方 是否愿意在法庭住持下进行调解 愿意调解 郑志雄一方 是否愿意在法庭住持下调解 愿意呢 郑勇军一方 是否愿意在法庭住持下进行调解 郑美方 是否愿意在法庭住持下进行调解 愿意呢 你下边呢 就由过方当事人呢 准备自己的调解方案 要不然呢 休题五分钟 按照法律程序 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的 法庭将以调解为主 如果调解不成功 再依法进行宣判 尽管刚才还在法庭上吵吵闹闹 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年迈的父母和他们的几个孩子 还是愿意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那么这场赡养纠纷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老人的几个孩子 又能否按照老人的要求 每月拿出八十元的赡养费呢 法庭的调解能成功吗 山村赡养纠纷 法庭最终能否调解成功 一段两代人的恩怨故事 又会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广告之后 庭审仙厂将播出 法庭审明的最终结果 节目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这期山养纠纷案 其实并不复杂 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没有人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改变命运 所以贫困一直困扰 保护着这个家庭 当小儿子意外身亡 父母有了一万多元的赔款后 原本的瓶颈被打破 父母舍不得花这笔钱 而其他几个孩子 也由此与父母结怨 最终老两口被遗弃 在休庭的间隙 法官分别征求了 原被告双方的意见 通过调解 郑德鑫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最终达成了如下协议 有被告 曾子兄 曾永泉 每月将院高 曾带兴 续长营 过执法 三要法五十月 因曾经院高 曾带兴 续长营 打灭 三十四斤 当初调解事情 经双方当时 前程调解的时候 还要继续发力效率 现在选择闭停 停审结束了 但是从头到尾 都让人觉得很揪心 两位老人很无助 生活很凄凉 而他的子女们呢 也确实都不富裕 应该说 这一家人都很贫困 我们的记者采访两位老人的节目播出之后 也引起了社会的多方关注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两位老人能不能过好年 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 前几天 我们栏目的记者又进行了回访 打电话给主审法官 询问老人现在的状况 主审法官告诉我们 节目播出之后 现在有好多好心人表示 愿意帮助这一家人 湖南的一位民营企业家 刘少熙先生 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表示他愿意资助 这两位老人今后的生活 并且他驱车2000多公里 来到了老人所在的村子 给两位老人每人2000元钱 并且还给老人 因困休学的外孙子5000元钱 希望能够帮助他恢复学业 同时他也表示 如果老人的两个儿子 愿意到他的企业打工的话 他承诺给两个人的待遇 不少于每人每月4000元钱 另外大连的一位王女士也表示 要给两位老人 每月计400元的生活费 目前这些善款都已经送到了 两位老人手上 在这里谢谢这些好青年 看来两位老人今后的生活 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也就放心了 在这里给两位老人提前拜个年 同时也祝福他们的子女们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需要靠今后他们 踏实勤奋的工作去维护 待会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西齐 咱们下期明显电场再见